今天的話等於是第五次上課 然後上個星期的重點 大概講一下 第一個就開發人員 那所謂的開發人員還記得吧 開發人員它只要你電腦有重新還原過的話 一定要重新把它呼叫一下 那呼叫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這個其他命令 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個制定功能區 這等一下你們一定要把它打開 如果沒打開 那你就不能寫VBA的相關的程式 所以這開發人員一定要打勾 OK 按確定 然後接下來的話 這個 開發人員裡面點擊開來之後 OK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主要重點 上一次我們上課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錄製劇期 OK 那其實錄製劇期主要的目的 其實就是 它會利用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幫你把它轉換成對應的程式 OK 那個程式就是VBA 所以將來的東西會放在前面這個劇集的清單 所以錄完的東西會在這邊看到 那你錄好的程式 如果你要把它打開的話 那就會在VBA裡面去被看到 所以它其實是一層一層的 那最後要做出按鈕的話呢 那其實這邊有個插入 插入裡面有一個插入按鈕 你可以把這個按鈕給做出來 那上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其實主要就是 針對這些東西去做練習 所以請各位務必把這些東西熟悉 包含開發人員 這些錄製劇期 如果可以的話 有時候你可以試著自己玩玩看 沒關係 反正錄製劇期就是 把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記錄成程式 那還是可以再修改的沒有問題 不是說完全不能動的 所以第一個我們上個禮拜就是開發人員 第二個的話呢 如何產生一個叫插入黏的一個劇期 那劇期的錄製方法很簡單 你就把那個有沒有 本來沒有黏這個欄位嘛 那你就把它就在第一欄的地方 插入一個黏的動作 把它記錄下來 不過記錄下來之後的話呢 其實程式蠻漱常的 所以最後我們把它清潔 那另外的話呢 除了插入黏之外 我們又要分別什麼 產生插入黏這個 本來沒有嘛 然後插入區跟插入路街道 那至於程式呢 錄完之後的結果 其實還蠻漱常的 所以我把它做一個修改 那至於修改的細節 這個影片裡面都有講 所以這個我就不贅述 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精簡聚集的VBA程式 那所謂的精簡就是說 因為錄製聚集 它是按照你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去把程式給產生 但是有的時候你程式的運作 不見得一定要像滑鼠跟鍵盤 所以你比如說你點Select 或什麼產生一個Selection 那其實有些時候其實不必要的 OK 所以呢怎麼辦呢 那我們可以把它修改一下 讓它這個程式 比較有彈性一點點 OK這個也是上個星期很重要的 所以你可能要熟悉怎麼樣去清簡VBA程式 那另外還有就是VBA的環境 環境部分我講到 就是你這個Video Basic打開嘛 然後呢 基本上你可能需要改動的地方 第一個我習慣字太小的話 我一定會把它字放大 在哪工具選項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可以把它改至少 我覺得14號字應該差不多 如果太小太大 你可以再自己把它再修改一下 有沒有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這邊 這個滿常用到的 因為字太小真的看起來滿累的 我不知道你們可能現在還沒老花 但問題是你還是要保護一下眼睛 字太小真的看起來滿傷眼力的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就是 這個地方如果你要開啟你的程式的話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從聚集裡面它有清單 要不就是說你可以開啟Video Basic 去直接開啟你的模組 你的模組裡面 就會有之前寫過的那個程式 包含就是說像我們把上 上課的話就插入黏 黏的部分的話就第一段 然後第二段 第三有三個東西 一個是插入黏的 然後再插入區 再插入路街道 大概會有三段程式 最後把它變成一個插入黏的一個動作 其實你可以把它全部放一起 或者你可以三個全部把它 用call的方式在呼叫 其實都可以 看怎麼寫比較順一點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最後今天的重點就是 我希望如果這些東西做完之後 那它可不可以再幫我做出那個 例年切到折線圖 那之前我們做的動作是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動作 把這個資料產生之後 插入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產生樞紐分析表之後 再去產生一個樞紐分析圖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我不要做這種每次圖法煉鋼的事 我是希望能夠幫我產生一個按鈕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按鈕 叫例年切到折線圖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它可以直接幫我在這個資料的前方 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工作表名稱就叫例年切到折線圖 裡面的話就有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有一個樞紐分析圖 大概是這樣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東西就自動產生了 它會產生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一個樞紐分析圖 那圖的位置的話 基本上我是把它放在 大概第二的位置吧 然後可能10欄框 可能20列高之類的 給它一個訊息 然後它幫我把這個圖 跟這個表 對 把它產生了 OK 當然你也可以啦 如果你在把它刪掉的時候 有沒有刪除掉 下一次你再按一個按鈕 它又出現了 OK 所以這個要怎麼產生 今天難度其實還蠻高的 但很好用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以後如果你只要資料 你要做報表的話 就不用每次就是再來一次啦 浪費時間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可能要跟各位講一下 那你說老師那怎麼產生 其實一樣 你程式不會寫沒關係 你用錄製的吧 OK 那錄製的話其實可以分兩塊 一個是前面這個叫樞紐表 這個叫樞紐圖好了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分成兩個sab 一個sab就是這個sab 樞紐表 一個sab是樞紐圖 把它分兩個 兩個把它湊一起就好了 所以兩個用cord cord樞紐表 它就先做這個 然後cord樞紐圖 再把圖畫出來 所以實際上 看起來好像很快 但實際上就是兩個動作 把它變成一個動作 OK大概是這樣子 那至於什麼做 首先第一個 一樣要錄製劇 所以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那也就是說 把之前的那個動作 如果你忘記怎麼做 你可能彩排一下 還記得吧 先油標放裡面 然後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範圍選起來嘛 然後把什麼 因為要黏嘛 把黏拖拉到列 再把黏拖拉到尺 記得這邊一定要是技術 如果是加總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技術 然後這邊的話 把那個102、103跟100 沒有111 如果有112把它隱藏掉 然後這樣就OK了 你就把它停止錄製 OK好 那如果你OK之後 其實可以把這邊把它刪掉 你就開始錄製了 所以剛剛是彩排而已 彩排如果OK了 就正式開始了 所以有時候你錄製劇期之前 可能就是像那個 一般拍影片一樣 你要先自己先 除非說你真的很有把握啦 不然的話我建議還是彩排一下 OK好 那接下來就要開始了 我們要錄製一個叫 名稱也叫樞紐圖好了 我跟你講樞紐表先表再圖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就是先 開發人員錄製劇期 有點像你要開始攝影的時候 你要按下快門一樣 所以按下錄製劇期之後 他會問你說 你這個名稱要叫什麼 我叫樞紐 樞紐分析表太長了 我叫樞紐表好了 OK好 那這樣的話呢 接下來就開始了 所以按確定 就把剛剛的動作做一遍 然後不能NG NG就重來 NG沒關係 你就再重新給他一個名字 蓋過去就好了 OK好 所以按確定之後 就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 按確定 好 然後呢 1 我已經有了 蓋過去好了 1的話呢 我就先插入樞紐分析表 2的話呢 就是這個 直接按確定嘛 他會先幫我產生一個 就是一個樞紐分析表的畫面 我把年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值 OK 如果你這邊如果值 假設是技術就不用改 如果是加總記得 這邊要把它改為技術 不能加總 好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再把這個列表 標籤 右邊這個箭頭 把102 103 如果你有112 你把它打勾取消掉就對了 好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了 其實動作還不多 所以基本上就是 產生完之後呢 請你再切回到開發人員 記得要多 就把那個錄製動作停下來 支援頭也常常忘了把它停下來 又繼續錄 錄了一大堆東西 就好像就不對了啦 那就NG了 OK 所以哦 記得錄完哦 就直接停止錄製 好 OK 停掉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當然 我們可以再試試看 到底會不會成功 那怎麼試哦 記得先把這個工作表 事先刪除掉 好 然後刪除掉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哦 把那個 欸 劇集裡面看有沒有叫樞紐表的 有這個樞紐表 哦 剛剛錄的嘛 那當然你可以直接按執行啦 不過哦 執行的話呢 可能會發生問題哦 OK 哪邊會出現問題哦 所以哦 樞紐表對不對哦 然後我把它按一個執行 那我們來看一下執行之後的話 結果會不會是對的 欸 你會發現哦 他這邊馬上會跳出錯誤啦 那第一個錯誤的話呢 這邊會出現 OK 那當然了如果你發生錯誤的時候哦 那可能你慢慢要習慣哦 將來要看懂那個 錯誤在哪裡 除錯可能要慢慢學一下 那所以呢 假設出現錯誤哦 那你就按下除錯就可以了 那除錯的環境他會告訴你說 哦 你這個地方有錯啦 哪個地方 他會用黃色的區域告訴你 這個地方出錯 OK 可是問題來了 你怎麼知道哪個地方有錯 哦 跟各位講啦哦 當然這個地方錯誤的 錯誤的點哦 跟各位講一下哦 其實你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那怎麼知道 那怎麼知道到底哪邊出錯 那怎麼知道到底哪邊出錯 我的奇怪是這樣的 VioBag環境哦 我會把它浮動在上面 那你可以看一下 裡面的城市有一個地方 非常明顯的錯誤 哪個地方呢 請各位看一下哦 這邊是不是有個什麼 工作表5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錄的時候 它是工作表4 誒 所以其實錯哦 是錯在哪裡 錯在哦 因為每一次新增工作表的時候 它都會加1 所以永遠都不會是你剛剛錄的那一 剛剛是4嘛 可是現在變5啦 所以它第一個問題是 它找不到你要放樞紐分析表的那個工作表 所以兩邊為什麼不match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問題找到了 那怎麼改哦 其實跟各位講哦 這個改的方式很簡單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的敘述來嘛 工作它意思說呢 我要增加一個什麼呢 PyVcatch 就是樞紐分析表的快取 然後點create是說呢 我要產生哦 那產生後面就是相關的參數 那這個參數裡面的話 大概有幾個啦 這個應該是什麼 TableDestination 這個是它參數名稱 意思說 我將來的那個樞紐分析表呢 我要放在哪裡 那你會發現 其實就放在這個工作表的後面有一個敘述叫什麼 R3CE 你想說這什麼意思啦 其實跟各位講 前面金號前面就是工作表名稱 後面的R指的是列 列的話呢 後面加個3指的是第三列 第三列在這裡 那C的話指的是藍 藍1的話是第一藍 那你想說那老師其實是A3嘛 對 其實R3C3其實就是A3啦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他不用A3直接來就好了 他為什麼要用這個敘述啊 沒辦法 因為他是電腦 他不是人腦 人腦看懂A3比較簡單 但是電腦看R3C3比較簡單 所以哦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改 其實是可以改的哦 那怎麼改 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要改這個錯誤的話 一直接把工作表4清探號 可能你們的不一定是工作表4啦 你可能是工作表其他的吧 OK 數字可能不一定是4 可能是別的 第一個簡單的方法 直接把工作表4清探號就可以了 加工作表4清探號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不加的時候呢 那就表示說我要在這個工作表就對了 哪個工作表不管啦 反正他現在是多少我就多少 我直接告訴你 就直接幫我把它放在A3就對了 這個R3C3就A3 如果暫時不改 我就直接把它放在A3就OK了 好 那還有哪邊有出錯 好 那再來其他的參數哦 這個是Database這個沒錯 那資料來源這個範圍看起來也沒錯 OK 好 那其他應該都不改了 所以只要改那個地方 接下來你就可以直接在執行 不過我建議啦 你在執行的話 我建議你不要按上面的那個記取 我建議你用另外一個按鍵叫F8 什麼叫F8就是主行 就是你幫我一行一行跑 我按F8好了 那可是我們這邊電腦 因為筆電關係 你可能要加一個方選鍵 在左下角有一個FN 按住之後再加一個F8 如果你的電腦應該沒問題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個就過了 有沒有 所以剛剛其實我只是把工作表4 經探號Delete掉 那接下來的話底下這兩行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就它指到目前有沒有工作表4 沒有啊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假設在執行這一行 它還是出錯 為什麼 因為這個敘述什麼 敘述工作表4 敘述指的是工作表 工作表4幫我點一下 目前沒有這個工作表 它所以它一定會出錯 找不到 所以怎麼辦呢 我建議你直接怎麼樣 把這一行給刪掉 OK 所以這一行其實是可以把它刪掉的 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游標放在什麼 放在A3 那你說A3為什麼不寫個A3就好了 一樣嘛 其實這個叫Sale Sale的話就儲存格 那儲存格的順序一樣是什麼呢 一樣是 第三列 1的話第一欄 OK 意思是說把游標放在這個地方啦 可是我是覺得不用放也沒關係啦 所以這行我建議也可以把它砍掉沒關係 這行也不要了 好 那這樣應該就OK 把它全部Run一下 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結果呢 就有了 但問題來了 老師不對耶 為什麼它最後只有一個技術 然後它列就沒有了 OK 跟各位講 這個樞紐分析表的聚集錄製 它好像有一個BUG 什麼BUG呢 就是你錄製的時候 我們剛剛錄製的時候 是先把年拖到列對不對 然後再把年拖到值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假設 錄製聚集的時候 你一樣先列在值的話 它最後會出現BUG 但是我試過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把年先拖到值 再把年拖到列 把這個順序顛倒之後 誒 程式區還沒錯 所以我們來 再把剛剛的動作把它顛倒一下 所以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然後呢 錄製聚集可能就重來一下 所以假設NG的 把它錄製一下 這邊一樣喔 再打一個樞紐 樞紐表 就好了 OK 所以剛剛我們錄了 當然你如果剛剛錄的東西 它會問你 要不要取代 要取代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再來喔 一樣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給它沒錯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就是什麼 把年拖到 這記得喔 如果你錄製的時候 特別特別小心 不要像之前一樣 記得先拖到值 這個一定要先做 再把年拖到列 這個順序 記得錄製聚集的時候 千萬不能顛倒 但是你平常做是可以顛倒 OK喔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會搞不清楚 說真的 我之前也是一樣 一再二就錯 但是我顛倒過來 就對了 OK 我們來序一下 所以錄製的時候 這個拖拉過來 這個再拖拉過來 OK了嘛 然後一樣把這邊改成 這個打勾取消 有沒有 如果112也把它打勾取消 好了 再把它停止錄製 這個開發聯 停止嘛 那一樣把這個工資表先刪掉 那亂亂看 不過亂的話 一樣還是會出現剛剛的問題 樞紐表有沒有 執行 哪個地方會偵錯一下 所以你應該知道 先把工作表6 盡量要delete掉 然後再把底下這兩行刪掉 OK 好 這樣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OK 至於底下這些寫了這麼多 你不用管它 反正就先執行看看 OK 執行 那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就會是正確的 有沒有看到 所以基本上的話 這個樞紐分析表的錄製劇集 它其實有一個bug 這個bug實際上就是怎麼樣 就是 你的那個拖拉的順序 一定要跟之前的顛倒 否則的話會出現問題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樞紐表的部分先 讓它可以錄製 並且可以成功 OK 試試看 OK 試試看